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狼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五集解开谜题 一刻钟后 两名牙医把东西带了进来 摆在堂内 三位大人扫了眼器具 然后转头看向了许七安 陈复印沉声说道 你要的东西都在这里 务必给本官一个满意的答复 他的态度有所转变 一刻钟的时间里 这位正四品的官员 绞尽脑汁想了许久 不得不承认 许七安的推断很有道理 但依旧有许多疑团未曾解开 比如说睡淫坠入河中 意识事实 其中有什么玄机 他参悟不透 许七安点点头 在器具面前蹲下 身前的道具分别是 蜡烛 盐 瓷碑 铁丝 他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高中的化学知识 提取金属 钠 搁在古代 这东西根本不可能提取出来 两个难点 电 氯化钠的熔点 但在这个世界 许七安就知道 有一个职业可以做到这一点 斯天茧术士 第六品 炼金术师 炼金术士在大凤属于家喻户晓的职业 他们的各种发明创造 早已融入到普通人的生活里 许七安并不确定爆炸的睡淫一定就是金属钠 这点不重要 重要的是 打开一个思路来解释睡淫爆炸的现象 在断案过程中 大胆的假设 炼金的推理是前妻的必备工作 最后才是去验证 去搜集证据 前世曾经遭遇过 一起令他记忆犹新的谋杀案 刑警们通宵打胆 根据线索打开脑洞 做好了几个案件过程的推测 以此为基础 去搜集证据 然后又悉数推翻 重新推理 睡淫也有可能不是金属呢 总之 炼金术是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就够了 为几位大人找回正确的方向 这才是他要做的 方向对了 就可以顺藤摸瓜的去排查 不难找出幕后黑手 若是还在妖物作乱这个思维里挣扎 那案子永远就破不了 哪怕将来案子破了 他也已经被朝廷 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了 他用水融化粗盐 搅拌之后 将生鲜附在杯口 将盐水徐徐倒入 过滤之后 再将瓷杯架在蜡烛上制烤 用竹签不停的搅拌 不多时 杯里的盐水蒸干 里面吸出的晶体 就是氯化呢 本质就是把盐进一步的提纯 陈福尹 中年男人 颜值超高的黄群少女 三个人站在边上围观 专心致志的看着 许清安抬起头 朝黄群少女咧嘴一笑 大人 是思天剑的弟子吧 他注意到 腰间那个风水盘了 这玩意儿 除了思天剑的弟子 没人会用 黄群少女恩了一声 佳师便是思天剑监政 精致明媚的鹅蛋脸 宛如剥壳的鸡蛋 白皙无瑕 哦 原来是监政的弟子 那 凶什么的就无所谓了 许清安 语气温柔 那 麻烦姐姐 为我融化这些晶体 绿化纳的熔点 大概是八百摄氏度 黄群少女撇了撇嘴 控火神炼金术士才有的能力 我只是个风水士 不过 我师父送了我件法器 他画风一转 摘下腰间的风水盘 轻葱玉直再拨弄几下 契机输入 火自亮起 太后 许清安立刻后退 下一刻 明亮到刺目的火蛇喷涂 淹没慈悲 许清安马上喊了一声停 接着迅速把两根铁丝 插入慈悲 通电 不不不 是雷法 注意控制电压 这个步骤很难 或许会失败很多次 他转动风水盘 轻葱玉直点亮雷子 虚空中闪过几道电弧 出在铁丝上 滋滋的 融化的氯化钠 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 停 许清安屏住呼吸 凑到杯口去看 一团银亮色的金属块成型 边缘是尚未转化的部分 晶体和杂质 许清安惊喜 竟然一次性就成功了 电压刚刚好 电解法 智取金属钠 电压大概在六载十五伏 他做好了反复失败的心理准备 没想到 欧黄附体 一次就成了 陈福尹和中年人迫不及待的凑过头来看 杯子里是一团银色的金属块 乍一看去 竟与白银颇为相似 陈福尹 瞳孔一缩 内心极为震撼 李玉春 用力握紧了拳头 愣愣地看着银色金属块 脑海里仿佛由闪电 披过 披开了所有的迷雾 许清安 把金属钠倒出来 用宣纸包住 在手里颠了颠 几位大人请看 这东西比银子轻很多很多 但外观却极其相似 如果有人用这个东西冒充银子 是否可以 以假乱真呢 几位大人 也可以颠量颠量 他把金属钠交给了陈福尹 此时 金属钠色则逐渐转为暗淡 与银子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中年人接过颠了颠 他双眼闪闪发亮 果然轻了很多 倘若运送的是这些东西 那便合情合理了 采薇姑娘 你试试 你 你是练金术师 黄群少女结果 掂量掂量 然后眼神古怪的盯着许清安 许清安内心想着 不 我不是 我只是化学的搬运工 这读书人的思路 到底比较活络 陈福尹惊喜过后 忽然摇了摇头 陈生说道 不 不对 就算银子被替换成了这样 那爆炸怎么回事 若非河里藏着妖物 假银子入水 怎么会爆炸 许清安没有回答 伸手拿了金属钠 走到书桌边 丢进了 洗笔缸里 赤裂的火光亮起 浓烟滚滚轰的一声 金属纳在水里剧烈反应 洗笔缸崩裂出细密的裂缝 陈福尹惊呆了 这 这 这假银子遇到水灰爆炸 这便能解释 为何银子落水后 会发生那般激烈的爆炸 从一开始 我们就被误导了 幕后主使通过爆炸和妖风 让我们以为是妖物作祟 将查案的重点 放在了追踪和搜捕 难怪斯天剑的望气术 也观测不到妖物 睡银落水后 士族只寻回一千多两白银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些银子都是铺在最上层 掩人耳目的 眼丝合缝 所有异常都对上了 中年男人眼神充满了赞许 许七安 好 你很好 他说着眉头忽然一皱 在许七安歪斜的领口凝固 李玉春接着按肩膀的动作 帮他领口拉扯整齐 许七安受宠若惊 这位大人竟如此地赏识自己 既然银子是假的 那真银子何去了 帅银出库入境 层层转手 要问罪的话 大批的官员都得入狱 坠毁银子的难度 不至于大海捞针 而且此事已经超出我们的职权范围 得禀告陛下 陈复印点点头 他就是这个意思 中年男人有不同看法 睡音一路押送入境 层层转手 若是假的 早就该被发现了 唯一的可能 是最近才调包的 陈复印眼睛一亮 这极大的缩小了调查范围 来人 备叫 快备叫 本官要出刑 陈复印急切地奔出那一堂 中年男人紧随其后 许清安忙喊道 复印大人 可不要忘了对草民的承诺啊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